哎呀真的假的 怎麼會把肉丸的披薩放在一起啊 這個披薩呢 就買來當作支持台灣隊的就好了 其實不太 我想了我想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在中間 要加入一個這麼厚重 粉雷版 粉雷版設計 Got it 我覺得這一塊 蠻好吃的 但整個披薩裡面就只有這一塊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有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我跟你們說 今天要開箱的新品 不得了 不得了 這個商品根本就是來自異世界的商品吧 繼肯德基之後呢 沒想到 連畢勝客都崩掉了 今天要介紹的新品呢 是畢勝客在今天所推出的 假霸王紅糟霸王披薩 Oh My God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聽到這個品名 都跟我有一樣的反應 哎呀真的假的 怎麼會把霸王跟披薩放在一起啊 而且霸王本來是分成兩個流派 一個是真霸王 一個是炸霸王 這兩個派呢是非常敵對的哦 炸霸王會覺得真霸王就是 勃勃一坨一坨的很像噴 那 真霸王呢又會覺得 炸霸王就是 沒辦法體現出這霸王原本的味道 但是咱們的畢勝客 非常的不一樣 他推出 烤霸王 你有想過嗎 霸王用烤的 然後再放在披薩上面 整整九大顆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 事不宜遲 先來看看商品吧 噠噠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 霸王披薩 我非常的害怕 我覺得這一定不會好吃的啊 因為披薩本身是一個偏美式的料理嘛 然後它是用烤的方式去做成的 但霸王都只有炸的跟蒸的吧 實在是沒有辦法想像烤霸王到底會變成一個什麼東西 好那我們現在就馬上來看一下 哇哦 這個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啊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披薩呢 每一塊上面它都有一個小顆的肉圓 然後中間這一塊呢有一個非常非常大 不知道是它不小心化開了還是它原本就這麼大的一顆超大的肉圓 那這個披薩其實是因應世界棒球經典賽 然後幫台灣隊加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醬汁上面 也是用九宮格的方式去做劃分 然後可能是用這個霸丸 也去當作一顆球的感覺 反正整個主體它就是為了棒球啦 所以它的名稱叫做假霸王 也就是希望台灣隊可以在這世界稱霸的那個意思啦 那我們現在就話不多說 直接開吃吧 它切成這樣九宮格 有幾塊會非常的大耶 然後有幾塊就是正常的三角形 我們先從小的開始吃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上面除了霸丸之外呢 也有吃霸丸必備的香菜 那至於有沒有其他的配料 我們可能要吃了才知道 好那我們先從霸丸開始吃起 好 我覺得這個pizza呢 你就買來當作支持台灣隊的就好了 其實不太 不想了我想一下喔 以口感上來說的話呢 我個人是蠻不能接受的 沒有辦法接受霸丸變成這種狀態 因為我本身是非常非常喜歡吃霸丸的人 那當然我是這個真霸丸派的 剛剛第一口吃下去呢 你會發現它的霸丸 麵皮變得非常黏稠 不僅是因為它烤的關係高熱加溫嘛 所以呢它的皮變得很黏稠的情況下 你就會覺得 這真的是霸丸嗎 那那種感覺 那再來是紅糟肉的部分 我覺得表現還可以 沒有特別突出一般的紅糟肉的那種感覺 吃下去呢紅糟肉的味道還蠻明顯的 所以你就很像是吃了一個霸丸再加上一片薄片的麵包 可是這兩個東西本身就不是應該要搭配在一起的 所以吃下去之後你就會覺得 嗯 這個霸丸的口感變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嗯 好沒關係我們先吃吃看其他的配料 你們可以看到旁邊這些比較黑的小塊小塊的東西 這個是香菇 那我覺得香菇搭配披薩還比較搭一點 有香菇的香味 就有搭配披薩這個口感 吃起來反而是比較好的 然後它醬料的部分啊 是比較偏濃稠的醬料 吃下去呢微微的酸 但其實老實說我覺得這個醬料比較沒辦法直覺的去感覺到說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醬料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吃看這個中間 破大號的大丸塊 哎呦哎呦很黏住 給大家看一下這一塊 超重 這一塊真的是非常的有重量 它有兩顆肉碗的感覺 我這樣子摸的話呢 感覺是可以摸到兩塊肉的 不知道為什麼在中間 要加入一個這麼厚重 啊粉雷版 粉雷版設計 Got it 好啦那我們就吃吃看吧 看看口感上會不會不同 然後會不會比較好吃一點 終於是會 蠻好吃的 這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呢 是它因為上面呢 鋪滿了肉丸的這個麵皮嘛 所以你就整個咬下去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說 哎好像 咬到一個很突兀的東西 它就是軟軟綿綿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中間這邊有 非常非常多的肉 應該是豬肉片 那咬下去呢 你就會覺得口感是很飽滿的 不過像剛剛這個你就是要嘛 只吃到旁邊的披薩皮 要嘛呢就吃到一個非常非常厚 然後有點黏稠 又有偏硬的一個肉丸 我覺得這一塊 蠻好吃的 但 整個披薩裡面就只有這一塊 如果你們這個朋友們一起點這個 拿到麵就對了 這一塊裡面的那個肉 非常的誇張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透到它整個麵皮就是 還會撲起來的那種感覺 哦好好吃 很特別 但是又不會難吃 然後還有點Q彈Q彈 因為這整顆的肉丸呢 其實它已經不是Q彈了 它是黏膩 但是這個呢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軟嫩軟嫩 蠻不錯的 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新品開箱呢 就拖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問題來說呢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因應時事而誕生出來的 特色披薩啦 第一個是絕對不會變成常態披薩的 它實在是太特殊了 我相信 吃個一兩次之後 可能就不會想要再吃下一次 那再來是整個披薩的整體料來說 其實給的算是多 因為它畢竟每一塊上面 都有完整的一顆肉丸 那一個小肉丸呢 說真的也是要個五塊左右吧 那我覺得以這個成本來說呢 已經算是高的了 但是差就差在說 它做的這個烹飪方式 我個人比較沒辦法認同 它變得很濃稠很黏粒 有點像是麻糬的口感 對披薩上來說不是加分的啦 那再來就是它除了重點肉丸之外呢 其他就沒什麼特色了 而且它又是中間一顆 啊接下來其他地方呢 就很像是在吃 沾了醬料的披薩皮而已 所以說我覺得這次的披薩呢 就滿一般的啦 就是一個噱頭的感覺 那這次產品的評分呢 我覺得可以給到 就是產品上來說呢 味道不怎麼樣 但是因為料給的很豐富 那我覺得勉強還能接受啦 尤其是它中間的那一塊 我就覺得 為什麼不都做成這樣呢 如果都做成這樣 這個披薩應該會還蠻不錯的喔 那最後呢 再來跟大家說一下 目前這個披薩呢 單點的話 只要399 是一個大披薩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給你的朋友們 只要來嘗先看看的話 399應該是還可以接受的價格啦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